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呢 跟你讲一个笑话 那笑话是这样的 有一架飞机啊 飞到阿拉伯沙漠的时候呢 就发生故障 失事了 失事了 这个飞机就坠机 坠机在沙漠那边 所有的飞机的人都死 死到光 只剩下三个人 什么人呢 第一个美国人 第二个法国人 第三个台湾人 那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个人就一起走着 希望从这个 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面 找出路出来 美国人在走路走路的时候 听到一个超大一个神灯 他就把那个神灯戳一戳 哇 真的是有一只大致的精灵出来 那精灵说 谢谢你解救我 我就给你们每一个人三个愿望 信念啊 都有愿望 给你们三个愿望 然后美国人就很强地讲 说哎呀 第一 今天请你 谢谢我的愿望 第一 我要有很多钱 第二 我要有更多更多的钱 第三 我要回美国 话一讲完 他就不进去了 第二个法国人说 我要女人 第二 我要有更多的女人 第三 我要回法国 就不进去了 台湾人 跟精灵说 我要啤酒 更多的啤酒 我要他们两个 回来和我们一起喝啤酒 噓 他们变回来了 所以呢 这个故事继续 再走下去 我们继续在 他沙漠那边走 走了 走了 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法国人又 遇到一个神灯 比较小的 小一点的神灯 然后精灵就出来了 精灵说 嗯 谢谢你拯救我 我就给你们两 每一个人两个愿望 然后 美国人跟法国人就商量说 我们不要讲线 让台湾人讲线 要不然他就把我变回来 然后 就让台湾人讲 台湾人讲说 我要啤酒 第二 啊 啊 谢谢你 可以走了 精灵就 精灵就进去了 结果三个人 还是仍然的 在这个沙漠里面走 走啊走啊 走一段的时候 到再走一段路的时候呢 台湾人就披了 比较小 更小的神灯了 然后有一个精灵 他戳到那个神灯之后 精灵又跑出来 可是精灵比较小 好像老鼠这么小 然后精灵就说 我的法律没有像我大哥二哥那么厉害 我只能给你们一个愿望 每一个人一个愿望 然后 然后美国人就想 反正都不能回去哦 好了 精灵 精灵 请你给我很多的水 因为要在沙漠里面要喝水嘛 请你给我很多很多的水 然后美国人就有水了 然后法国人说 哎呀 有水不 当然有水不行的 要食物才能够生存的东西 我要很多的食物 然后法国人就有很多的食物了 他要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说 我要回台湾 结果这两个可怜的法国人和美国人 仍然在沙漠那边走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里面 这故事告诉我们说 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人 他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东西 也死到旁边的人 也害到其他人 也达不到他的愿望 在精灵的里面 你的愿望什么 你有没有正视你的愿望 你没有好好去work it out 英文说 把他 把他 把他实现出来呢 而 你在实现这愿望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蓝筑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办法去 灭 或者是 这样说 去除掉这些蓝筑 不需要跟你讲 你要做一个 不要做一个等事情发生的人 要做一个死事情发生的人 Amen 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在过去的系列里面 我跟你讲到耶稣的名字 我要告诉你耶稣的名字 何等的重要在你身份当中 今天是第四个系列 这主题叫做 因征服得到尊名 我们上一期啊 我们讲过啊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 有三个条件 你才记得吗 一个人为什么会伟大 他名字会伟大 第一 他 曾记了这个名字 比如说 我是养你不断阿公的孩子 我就曾记了这个养你不断阿公的血统 我就是皇亲 皇亲 国妻 我是皇族的血统 所以我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承受很多的产业 承受很多的利 对吗 第二个 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伟大 因为他曾记了这个名字 他做了一件事情 很伟大的事情 让所有的人都记得他 认识他 第三 有一个 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这么伟大 因为他配得 又有个名字 牧师说 如果我有个女儿 我给她名字叫 真美丽 我姓真嘛 我叫她真美丽 我就要make sure 我的女儿是真的长得很美丽 要不然她就不配得这个名字 明白吗 所以名字之所以伟大 有三个条件 一个是继承 第二是成就 第三就是配得 恰恰刚刚主耶稣 在这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拥有这三个条件 其他人类的历史当中 有人可能是有一个条件 而因此而伟大的 可是为什么耶稣的名字 差一点 朝所有世界当中 所有的万物和万人 和所有 有名有组织的 都能够迎获了 因为这三个条件 我形容的 都胜过了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认识中国的秦始王 秦始王之所以伟大 不是因为他胜来就伟大 他成就了他一生里面 成就了很大的 很多的很伟大的事业 比如说 他统一了中国 那时候西雄歌剧 中国四分五六他把它同意了 对吗 他制定了货币 以前有的人用这样的钱 有的人用这个钱 他同意了货币 全部用一样的钱 然后他把所有的书都烧掉 只用一种的语言 所以 然后就把自己的名字 选一个名字叫 把自己的名字叫 秦始王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过去以前 所有的皇帝都没有这么伟大 我是 有史 有史以来 最不一样的皇帝 始王意思是说 将来还有皇帝 也没有这么伟大 因为我做的东西 是要永远人家 让我记住 一个小小 很普通 一个人 一个秦始王 都有这么样的思想 所以你要明白 主耶稣的名字是什么的 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话语 讲到我们今天有圣经 请打开 以弗所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Ephesians 1 verse 21 以弗所书 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可以看 这里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 他指出 上帝使他 这个他是谁 耶稣 从死里复活 叫他坐在天上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也超过一切自正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 连来世都超过了 耶稣的名 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你身边上 因为他的名字 是眼超 一切 是正掌权 有能 还有一切有名的 不管今天有多少名字 名人 都眼超了 不只是今世 连来世 什么叫来世 就是将来的coming generation 就是还有再来的孩子 在生的时代 都超过了 还没有来的时代 也超过了 其实这个言文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 耶稣的名代表什么 耶稣的名代表全名 这个言文的意思 眼超的意思 就是征服的意思 耶稣凭借着 从司里复活 征服了一切的 自正掌权 有能 组织 和一切有名的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可以看得更明白 接下来我们看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 圣经讲 既将一切自正的 掌权的 如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这样的时代 多胜 那这个经文很重要 兄弟妹 我给你看一个 我把它翻译 用希腊文 言文翻译的 一个版本给你看 它是这样解释 在这个版本 这样写着 他将一切自正的 掌权 而彻底伯解 并将他们 展示给大家看 就在当中 扩盛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来 的意思就是 把他们 彻底伯解 言文就是 把他们彻底伯解 然后展示给大家看 那 宝罗说什么 哈利云 宝罗说什么 他曾经 越过魔鬼的地狱 在那里向着魔鬼和他的手下 征服他们 暂停着他们 那你听我讲 这些 那你说 牧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莫大的关系 你再听下去 你就明白了 耶稣的征服啊 表示什么呢 耶稣的征服代表着 他征服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诅咒和罪恶 你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你今天有 有 有病 为什么病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病会在你 来 在你生命当中有 发 发功效 一些的诅咒啊 一些的罪恶 会在 会捆绑你的 因为呢 你必须要明白 你在哪里 很多人 他不知道 耶稣的名 能够胜过这一切 耶稣的名 将所有自正的 掌权的 都折服了 所以所有 第一句话说呢 所有自正掌权的 都必须服从在 耶稣的名字 而且今天好像 耶稣的名字 是属于你 和我 耶稣的名 不是在地上 这时候 他来到这个人 之间的 才得名的 而是耶稣在他 死之后 升天复活过后 才得名的 耶稣在圣经 告诉我们说 在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 我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 求福 为什么耶稣说 到了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 意思说呢 在耶稣讲的 在讲那句话的之前呢 没有人可以用 耶稣的名字 没有人能够有权柄 奉耶稣的名 来做任何事 但是耶稣给了一个定许 一个承诺 说到了那日 你们可以奉我的名 祈求 耶稣把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权柄 都放在这个名字 使到我们能够使用 使到我们每一个 做一个基督徒的 都能够使用 因此呢 我们每当 我们在使用 耶稣的名 为什么基督徒要 每次祷告要说 封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 你在使用 耶稣的名的时候呢 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宣告耶稣 已经做完的事的事实了 我们每次 你听到讲道啊 还是什么 你们都讲Amen Amen什么 Amen就是 我认同 我成同 我同意 所以不要 你信到耶稣 你都不清不楚 为什么 你们才能讲Amen啊 Amen就是我认同 我同意 所以叫Amen 所以奉耶稣的名 就是宣告耶稣完成的事的 一个事实 也因为这么样 魔鬼常常啊 想尽办法 不让我们知道 耶稣跟名的权柄 当我们知道 耶稣跟名的权柄 当我们知道 耶稣把自己投资 在那个名字的权柄 你就能明白 当你明白 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 他对了门徒说 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要去 这种意思 这种意思呢 耶稣是说 耶稣啊 耶稣是在告诉 我给你我的名字 我给你我的权柄 封我的名 出去吧 可是今天很多人 信仰耶稣 来了教会 他很不懂得 用耶稣的名字 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读 你还相信耶稣的人 你不懂 奉耶稣的名来 使用耶稣的名 这是一个何等的浪费 和何等的损失 在他生命当中 接下我们来看 除了耶稣的名代表 全民之后 耶稣的名也代表什么 耶稣的名也代表着 能力 这个经文你曾经我也讲过 但是我再强调这个经文 很重要的 你们来看一下 在哥洛西书第一章 十三节之后 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子 你的言文就是能力 脱离黑暗的能力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 活力 那这个经文很重要 兄弟妹 那经文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讲的 这是因为他辱了所有自贞的掌权的 将他们治理活解之后 打败他们之后 胜负他们之后 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势力 过了前世 意思说 离开魔鬼管辖范围里面 你信兄弟妹 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 你信耶稣 就是耶稣在做一件事情 把你救 救你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你救 脱离黑暗的势力里面 意思说呢 换句话说呢 今天 魔鬼 在你的身上 是没有权并 没有能力了 很多人 不知道 他常常遇到很多问题 为什么 穆斯佛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我生意失败 我家庭失败 我的 婚姻失败 种种种种 为什么 很多问题 因为他们在 如果 我曾经讲过 在属灵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没有在耶稣的火度里面 你就是在魔鬼的火度里面 根据圣经之后说 如果 今天耶稣来 把你救 脱离 魔鬼的权势 为什么你还不信耶稣呢 为什么你还不相信 你不能接受耶稣 耶稣救你 脱离黑暗的权势 但是耶稣说 他说 他救你脱离 黑暗的权势 就是说 你跟魔鬼 已经切断了 这个问题 魔鬼没有这个权力 没有这个权柄 在你的生命上 掌权 换句话说 撒旦魔鬼 已经没有权力 在基督 或者在这样的方法 为什么人要是耶稣 因为你必须要脱离 这个黑暗的权势 当你离开 这个黑暗的权势 活人叫做 衰 我们活人叫做 酱 我们把离开了 黑暗的权势之后 上帝 耶稣把我们 迁到他案子的国度里面了 你才开始承受 上帝 给你的福分 因为你有 现在你是什么身份了 你的名 是什么 名字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上帝儿女的时候 你就承受 所有的产业 所有的福气 所有的祝福 所有的医治 所有的释放 今天信耶稣不是来教会 信耶稣不只是来 参参 参参参 参参 参参 兄弟姐妹而已 信耶稣就是一个行动 是一个过程 把你耶稣 从你 从黑暗的权势里面 切你到 他案子的国度 因为怎么样 切除了魔鬼的权势之后 你才能开始领受 所有的祝福 所以信耶稣 你会越来越好的 不是越来越糟糕的 你的福分 你会看到慢慢的 你把离开了 这个黑暗的权势之后 你会看到 你越来 你越有能力 你越来越有福气 你也越来越有 富有起来 你看那些 信耶稣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 子孙 他们都是 很好的 做医生 做doctor 不是因为 比如说你这样讲 是信耶稣的彩虹血罢了 我不是这样意思 但是 事实上你看很多的 例子而见证 很多信耶稣的人 因为 他们离开了黑暗的权势 就开始领受上帝的福分 这是不真的事实来的 风水先生 骗你十年八年 但是这个事实 你能够越接近上帝的时候 你领受更多的福分 领受更多的 当你领摆这些真理 你就能够让魔鬼在你生命中 逃跑了 不只是那一次逃跑 是每一次在你生命中都逃跑 有些人说 有些人会对我说 牧师我已经试过了 但是在我身上没有想 我常常对这些人讲 我会这样回答他 如果你愿意 愿意悔改 说谎的罪 上帝愿意原谅 当耶稣说我救你 托离一案的权势 耶稣是告诉你 有一个事实他在做 他不是在做 他已经完成了 当你说这个东西 好像对我没有笑这样 你就说上帝你在说话 耶稣你在说话 你便帮助到我 第一 你看看 第一 耶稣讲的话 是真是真 但是这么样 圣经的话 是真是 救你托离一案的权势 那就是一个事实 第二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这些东西呢 问题就在哪里 如果耶稣的话 是不骗人的 是真是的 真的是应许来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领受到的 这个问题 你在哪里 阿强文你在哪里 你在基督里吗 你有领受到上帝的福分吗 我我渴望 每一位的宗里民 他们能够领受 领受到的福分 因为我不 我不怕我的家会 我所有宗里民 hold起来的 因为他们好起来 对家会也是好的 家会人建立一个大 能够被提拔起来 所以我 我的指望 我看到了 我的眼睛 我看到眼光 每一个人都要提拔起来 上帝要提拔我们 不管你现在在 读书也好 你还是在做工也好 你还是在哪个档位也好 做生意也好 上帝总是提拔贫穷的 所以我常常说 上帝啊 我是贫穷的 我没有在上帝面前好量 我说我没有的 我承认我没有 不是因为我 不是我假签训 真的因为我的老板 天上的老板 是万有的 主我真的是贫穷的 我要依靠你 你说你成提拔 贫穷的人 我就是贫穷的人 你提拔我吧 这是你的应许 我做住的应许 你来提拔我 所以你在遇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要懂得做出上帝的话语 当你做出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有蒙福 你自行 你跟上帝说 上帝啊 你曾经讲过 你成提拔贫穷的人 主啊 你也提拔我 当你提拔我的时候 我就帮助教会 我就能够建议 我愿意来帮助教会 你要有钱 你要富有起来 是有条件的 你要有钱的 我要买房子 我要买车子 我要买金子 我要娶老婆 这些都是条件 但是 如果你会把上帝的 放上帝的一些 主啊 我建议你的家 你也建议我的家 你建议我的家 我必建议你的家 当你有这样的信念之后 上面会有待遇 我们去看下去啊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名 在他升天之后啊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个转变呢 就是我们没有法子 用头脑去理会的 那个名啊 是神给他的名 是那个名 是超万名之上的名 让我再证明一点 我们再看一个词汇 这经文在哥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说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保罗说 我们也讲智慧 在教会里面 在我传道里面 也讲智慧 保罗说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句话的言文 再翻译 用希腊言文翻译出来 这样讲 我们这样的成熟的人 也谈论智慧 不是掌管世上者 不是掌管世上者 或是已经霸出的 霸出司令的智慧 意思说呢 我们也讲智慧 不是讲这世界上 将要灭亡的智慧 我们讲智慧 是讲属天的智慧 属神的智慧 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 赫林多前书第二章 和刚才哥罗西书 第十五章 第二章十五节 把它连刻起来 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方面 什么方面呢 我们继续来看啊 这方面很重要 这方面什么呢 这方面我们不能看到 耶稣已经将一切自正的 掌权的彻底磨解 并且将他们展示给大家看 就在当中扩胜 这是一个完全废除 和霸主的正式选招 那我给你的名了解 以前在两千年前 罗马帝国的时候 是很辉煌的时候 这个叫做 亚利桑大 这个帝国亚利桑大的军王 他们是怎么样去打战的 我解释给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展示 为什么要parade 如果一个 在两千年前 在罗马帝国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要打战的话呢 他们是这样的 如果任何一方打赢战 打胜战的时候呢 他一定作他的国王 俘虏他的国王 然后就 就展示给大家看 让他们游街 游行在街上 让人知道 这个人 我打败他 这是我的首相 才这样 这才是真正的破胜 耶稣 用这样的概念 告诉我们说 魔鬼 撒旦魔鬼 在你生命当中 已经是 破败 不是你打败 我们没有能力 打败魔鬼 但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 破败了魔鬼 而且 不只是破败 而且是 展示给大家看 刚才我们经文的说 展示给大家看 他已经是 手下摆战 所以 今天 你问题那么多 不关耶稣的问题 今天 你面对很多的问题 你必须要认识 这个已经 扩胜 已经打败魔鬼 就是 这些魔鬼的诠释 让你失败 让你的 贫穷 让你 我讲过吗 什么是罪 罪带来什么 再重复我来讲的 罪有几个东西 会带来 第一 诅咒 这诅咒 你不能说 不要就不要了 你 主线留下来的诅咒 如果你的 祖宗三代有离恩 你也会影响到你 我不难得 我常常去 考虑人家 那些婚姻有问题 我就问 你的 你的爸爸有离婚吗 你的公公 过了离婚的 亲戚当中 的入囊 那个根 有离婚的事件吗 一定有的 这就是 所谓 主纵离遇 你不相信 不相信 是不相信 但事实是事实 如果你追踪你的家住 来看 任何有离婚的事件 它会影响你的后 只指出了后来的 所以 尽如不离婚 不接受离婚 因为这是生命的主族 第二 贫穷 贫穷代表什么 贫穷不只是 pocket 没有 money 贫穷可能是 你心灵的贫穷 或者物质上的贫穷 你一直在追求 可是你不能得到满足 一直心灵的空虚 贫穷 第三 什么呢 疾病 很多人啊 有些疾病啊 好像糖尿病 也是遗传性的 有的性肝病 也是有遗传性 他都这边有 这边也这边 最爱是有 这个是疾病 为什么别人没有 为什么你有 有些人跟我讲 不是我没有抽烟 我没有玩 有没有夜生活 可是为什么有癌症 为什么这样 我说这是遗传 这个是生命 罪所带来的疾病 你看 为什么信耶稣 我不是在讧练 基督教 我本身以前 也不是天生下来 就是基督徒了 我以前 拜拜过 我念经过 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五大悲众 我念的每一个礼拜 都在去佛堂念 我看到很多 我经历很多的宗教 的仪式 刚往亚伟 讲到你猜 可是我看到生命里面 没有改变 我看到没有帮助到 反而我 我越来捆绑 你知道我以前的我 你看到报纸 你看我的报导 都知道 我以前的我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脾气那么坏 我一种 好像一种的怒火在我里面 什么东西 以前我在餐厅社会 他们叫我外套叫火鸡 我真的是火鸡来的 他们叫火鸡 因为我一讲 不喝 不喝我 听 脾气就会来 看到我回来今天 我的转变是一百八度的 耶稣真的改变了我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是耶稣 并不是因为你去选择一种宗教 我常常跟那个在教练 在帮助这个晚间说 我不能 我吃常灾的 我不能信耶稣 我不能 我不能 敬基督教 我不能不叫你敬基督教 敬基督教也不能帮到你 我要你信耶稣 敬基督教也不能帮到你了吗 你来家会 你的基督教就来家会 这样常常去 这样玩 你跟耶稣有建立一种关系 你的身体就慢慢的转变了 所以我们看到 继续我们看下去 我们看到了 那你问我牧师 为什么呢 魔鬼仍然 仍然昆白一些 喜好这一些基督徒和教会呢 因为很多基督徒和教会 他们不明白的 他们不明白 他们有耶稣名字的权利 他们把耶稣的名字当的是 就是 就是 咒语 信念咒语 封耶稣的名 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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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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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你不能看到耶稣的名字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明明 你必须找出耶稣名字背后的能力 对耶稣而言 对基督而言 这些自证掌权的已经自力瓦解 因为耶稣已经自力瓦解他们的 不只是将要瓦解罢了 是已经自力瓦解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信耶稣的人 你活在世界上 你不属于这世界的 你在这世界上 我们活在世界上 在可能活太久 我们以为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 我们做的东西也跟世界的人一模一样 你是属天的 你是属神的 你这个地上 你是占据而已的 你不要把你的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心思 建立在这个地上的东西 一天上帝要把我们借主的事情 不要建立你的喀舍 你的城堡在这个地上 好像你要live forever 永远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要把我们借主一遍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耶稣的名字 我讲一个见证 在大概是圣诞前 我SV SV教会分堂 有些人认识有些人认识有些人认识 有些人认识有些人认识 有个姐妹叫伊林的姐妹 伊林呢 她是我SV教会的一个领事员 很部多年 那儿那么一天 他有一天走出来 牧师啊 我 我眼球 我眼皮那边 生了一个小 小瘤 霸瘤 那个我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 我还没找医生 然后 牧师以前为我祷告嘛 我就很等他开玩笑说 不要紧 啊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要我们间法砍种就这样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发现到疾病是要骂走的 你要奉耶稣的名骂走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要跟你讲的见证中 我要让你看到,每次你奉耶稣的名 你不要有怀疑,不要有欲望,事情会发动 我就说,OK,来,逸琳我来为你祷告 我几乎也没有为他祷告 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我自责你这个流 我叫你掉下来,奉耶稣的名 好像我们有时候讲的话 哪里可能你以为是魔术,这样流会掉下来啊 你用逻辑也不能,不敢相信是吗 清急啊,他跳过来 哎,牧师,我眼前又认流啊,不见趣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要告诉你我身上有多少的能力 我是想告诉你,每一字你奉耶稣的名,事情会发生 你要懂得用耶稣的名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你不懂得用耶稣的名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浪费 很神圣的损失 你遇到问题,必须懂得用耶稣的名 然后这个流就掉下来了 去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耶稣的名是work 耶稣的名真的有效 再来 你们有听过的,或者你们没有听过,没关系 如果听过再听一次啊,就见证 我在很小时候,我十七八岁那时候我信了耶稣 也有一两年,也是算刚刚信耶稣不久的一个新的基督主 然后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会使用牧师的吗 有时候啊,你的心态很重要,心态真的很重要 我从小呢,我就看到很多,我对面的auntie啊 七十多岁的auntie啊,每一天她都出来很虔诚的 都把山子乡跪在地上,哦,拜呦拜呦拜呦 我心里面想,这些人没有信耶稣 我不是批评啊,我心态不是批评啊 我都很可惜,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 他们那么虔诚啊,应该啊,这样子早就复兴起来了 我每一天早上回到miss了,没有 不会,不会说有一天不拜的 每一天都出来,在大街上她家的门口那边 跪下来打山子乡,拜呦拜呦,人叉叉叉 我说,我们基督都没有这样虔诚啊 如果基督每一个人都这么虔诚的话 我教会一定复兴了咯,每一天都祷告 每一天都,都不一定拿香啊,就祷告啦 他们是拿香,我们祷告嘛 所以我说,好,明天起我也要这样做了 我就明天起来,我就在我的门口也在这边 我没有拿香啊,我就跪下来祷告 那时候我才17,所以我记得 没有祷告,没有事情 一祷告,下大雨 那时候我穿着校服,学校的衣服 然后下大雨,怎样去上学啊 不能去上学啊,那怎么办 我就想到,我就想到 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命与天 如果这雨呢,是经过半个小时 慢慢转转转转转的,变小了 这不是,这就是智朗界的事情啦 如果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命令雨停 在一分钟里面的很大的雨 忽然间把雨动里一点也都没有掉 这是上帝的事情啊,阿们 你要懂得用耶稣的名字 不是因为我喊雨停就能够停 因为我大声喊,因为雨怕我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懂得奉耶稣的名 我从小就念旧,从小就明白奉耶稣的名那么重要 有人,有人问我 哎,牧师我发现到你每次 就是报告奉耶稣的名,就特别喊大声了 为什么你要喊大声? 我说喊大声,是因为上帝听不到 我喊大声是有两个眼睛 第一,我要告诉蒙哥我要什么 我很清楚告诉蒙哥我要什么 你不要拦住 奉耶稣的名,上帝就要做过 第二,我喊大声是要告诉我自己 不要遥望 信心要确定我要的是什么 很明确 我告诉秘密给你们听的 奉耶稣的名一定要懂得 第一,我喊大声,封耶稣的名 我命令这个事情发生的 命令,是因为我喊给魔鬼听 因为有时候魔鬼是耳聋的 我再解释一下 你就明白了 你这样有两只狗 每次你回家他都会很 很满家,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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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娇 他来,他靠近你,靠近你 他已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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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着你的,围着你的,围着你的, 围着你的,围着你的,围着你,围着你 围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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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着你 你就明白了 然后你,你这样的讲 哎呀乖啊,走去一边,不要吵,乖乖乖乖乖去那边 你说他会听吗 你说,他说,OK,好,主人,我走转一遍了 不会 不会 然后再满家我们叫 KEEPING UP 知道了,他就走了 那只狗就走了 为什么你要这样 因为你带,你带有权柄 有命令式的去命令他 这个狗就听 摩托有这样的狗这样 如果你没有命令他 他以为你跟他开玩笑 你不是认真的啦 说耶稣的名 我希望啊 我希望我的病好 我希望难怪啊,你的心不会好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我 我希望,我希望你,希望不能好的 想要成功和一定要成功 是两码事来的 是有趣的 所以你奉耶稣的名 你必须很清楚 我不是看我教的 我会 我在认真的 I mean it I mean this 我很认真的在讲这句话 我奉耶稣的名 我叫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兄姐妹 因为 今天我在讲 过去的几个事也已经讲了 你今天一毛钱 也没有在你身上有所谓 你没有任何东西 也没有无所谓 你必须要有耶稣的名字在你身上 你必须要懂得用耶稣的名字 我就是奉耶稣的名字来 来经内上帝 才接受耶稣的 以前我去教 七十个月 哎呀 开玩笑看女孩子 都不认真的 然后我几天 我都会祷告 我说耶稣啊 如果你这么想 那么厉害 这么灵验啊 你给我啊 你给我看看 我求你一样东西 你给我戒掉约了 我戒八次约不能成功 第九次完全被戒掉 为什么呢 我把难的东西给耶稣 耶稣啊 你能够做呢 我就相信你 我来了 那时候还是很开 很挑战家人的心态 但是 越难的东西 你挑战耶稣 那个事情越 会发生更大 因为耶稣要让你知道他是真正的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 接下来最后 耶稣的名代表信托 我们看传经文啊 尤大书圣经最后的第二本书 尤大书第一章 knowledge 天使长尼迦勒为摩西的尸首 已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回调的话 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离 这里有一个人 就是天使长迈克 天使长尼迦勒 在为摩西的尸体 摩西死之后 魔鬼抢摩西的尸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要骗人家,好像撒谱死掉,他就用他的圣经来去骗人家 为什么要抢圣经,这圣经没有交代,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回答你 就是天使长和魔鬼在争夺这个厮守的时候 天使长米加在做一件事情,他有没有说我责备你 他没有讲我责备你,他没有讲说但愿主责备你也没有 他清楚地告诉魔鬼说,主责备你 为什么米加勒天使长米加懂得用这个权柄,懂得用这个名字呢 因为他没有放但愿这两个字进去,他没有说希望 他没有说我责备你,他说主责备你,意思说我在这里责备你,就是主责备你 奉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我把主耶稣的名拿来用 像我用我自己的名一样,米加勒懂得用耶稣的名 你懂得用耶稣的名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名字有权柄,这个名字有能力 是摆给教会手里,教教会人都用的,教会真的要好好用这个主的名字 我们说教会是掌权的,但是没有这个名字,我们没有按法掌权 我们说教会拿着天国的钥匙,要负责把天国带进来 如果没有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能把天国打开 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差不多在名字上 耶稣肯把这个名字交给你和交给我,教教我们能够用他的名字 你看见这个名字被所交给你的负责任吗? 神信托我们,把主耶稣的名交给我们 凡我们奉他名可做的,他就在背后负起那个责任 今天,这是一个时代,有一个特点,主耶稣不亲自做事情 主耶稣没有直接做事,他都是借着我们来去救人 借着教会去传福音,借着教会去做自行他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要兴起牧师,要兴起更多的人来服侍他? 因为耶稣要主耶稣的名字代表信托,委托给我们这一般的人 教会在地上不能得着一个权柄比奉耶稣的名的权柄更大 主耶稣把他的名交给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托 因为这个名字代表他自己 你奉主的名说什么,就是变作主耶稣说的 你奉主耶稣的名要什么,就是变作主耶稣养的 你奉主的名定归什么,就是变作主耶稣定归的 教会有权柄用主耶稣的名字来说过 这是神对教会合同的信托 问题是,耶稣相信我们,给我们他的名字 很多时候问题不在耶稣的名字 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相信耶稣的名,有人立在我们身上 上帝对我们有信托,但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一点的信心 要懂得用耶稣的名字 复活,我们要看,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slide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货学理论 他将水变成酒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生物学 他不是正常怀孕出身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物理学 他反过了万有引力的定律 因为他升天了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经济学 他反过了医检法 以五比二于未保护千人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医学的理论 他医好病人和瞎眼疾病的 不需用药物来帮助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律师 因为他说,他是起初也是默论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政治 他说,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和平之军 这里有一个人,他违反了宗教 他说,若不借着我 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 耶稣没有仆人,但能称他为主 耶稣没有邪位,但能称他为老师 耶稣没有要务,但能称他为义生 他没有军队,人却被他尊敬的 对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王 他没有赢过战争,却征服了世界 他没有犯罪,却钉在十架上 他被埋葬了,今天却是活着 我们很荣幸有这样爱我们的信心 所以耶稣是一个很特别 又超越能够做人 你信耶稣就是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 能够使用耶稣的名字 耶稣的名,因征服而得到住民 耶稣的名代表权命 耶稣的名代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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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做个祷告 谢谢大家